图库曼总统专机抵达陕西西安 机场红地毯边采旗飘扬 锣鼓喧天 相隔不到几小时 乌兹佩克总统抵达 已是同样隆重 另一边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经在接待中亚国力最强的 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 习近平指出 中哈是彼此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好兄弟 好伙伴 中亚五国一向被视为俄罗斯的后院 但自从中国大陆推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 对当地影响力日益增强 2022年 中国跟中亚的贸易额 已经达到702亿美元 推动构建世代友好 高度互信 休期与共的中哈命运共同体 值得关切的是 中亚峰会18号开幕 隔天就是G7峰会在日本登场 还要讨论反制中国经济胁迫 所以这次峰会在国际舆论看来 就是习近平要跟西方互别苗头 也正是这样的竞争态势下 使中亚五国国际地位明显提升 除了拉拢中亚 中国大陆特使李辉也在乌克兰 见到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库列巴强调 乌克兰不接受任何 以上失领土为前提的停战协议 这次收看廖广斌庄志伟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